咒陀罗尼 咒称之为陀罗尼 也是宗旨法门 因为咒陀罗尼有五种名 据密藏记 这是密宗的经典 它有五个名 第一个名叫陀罗尼 第二个名叫明 第三个叫咒 第四个叫密宇 第五个叫真言 这五个名词是一个意思 不是五个意思 统统都会 是陀罗尼的 陀罗尼从哪来的 佛放光时 光中所属 事故 陀罗尼与民 其意不意 佛放光 光中献佛 献菩萨 佛菩萨的说法 说的这些法 我们不懂 只传音 不传义 你一去念这个咒 决定有好处 好处在哪里 好处叫你的三昧 咒没有意思 你就没有念头了 你就不能想它了 念这个咒呢 是把你所有的妄想 杂念都放下 就集中在这个念头 实际上 这咒还是有意思 秘语不传 那像我们这些人 你要不传 我就不相信 我就不许 秘语啊 真的有无量意 不可思议 最普通的一个咒语 观世音菩萨 六次大明咒 藏传的佛教 把它当作阿弥陀佛来念 没有一个不念这个咒语 这个咒语到处都刻在石头上 阿弥陀佛的很鲜明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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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次大明咒 我初学佛的时候 老师传给我 教我念 还给了我一串念珠 阿弥陀佛 老师请教 这什么意思 他给我讲 阿弥陀佛里头 第一个字 嗡 是身体 阿弥陀佛 是莲花 伯德美是保持 哄是意 身莲花 保持意 这个意思 那中国的文法呢 从心组合下 保持身意 像莲花一样 莲花出雾霓 而不然 这个意思很好 我们念这个咒 所以咒有三米相印 三米里头 结音 观想 持咒 那么通常观想 是观想这六个字 西藏人说观解 西藏文 观想这六个字 那我们懂这个意思 就要想这个意思 念这个咒 保持身心 像莲花一样的清净 莲花池的底 是六道轮回 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 莲花的金 生长在水当中 这个水 比于死神发解 而莲花开在水面上 超越了 这就是超越六道 超越是法解 花开在一阵法解里头 开在诸佛如来 石包装颜土 取这个意思 念这个咒 咒念得清清楚楚 观想 想我们 超越了 六道 超越是法解 身在一阵法解 口念这个咒 心观想这个咒 观想它的意思 三米相应 接应 身接应 口齿咒 心观想 叫三米相应 这个容易 这个容易 这个容易学心 容易得定 它也是修定的方法 那么但是现在 也是行事多 真正持住三密相应的人 不多了 方法都是最好的方法 我们要懂得 懂得它的理论 懂得它的含义 晓得如何去学习 晓得如何去学习